哇 看到燃机场夜市 这么多层登上必比的美食小吃 是不是有股冲动 想先为解封自己一下 跑到夜市外带这些美食 不过现在跑到燃机场夜市 可能会扑空拜信而归 因为并不是所有台北市夜市 都已经为解封开放民众外带 包括燃机场 万华华西街等几个夜市 考量接近万华疫区乐区 目前还没有为解封开放营业 就南机场夜市摊贩 向苹果希望投诉 只南机场夜市 资金都无法为解封营业 是台北市政府市场管理处 往顾老百姓的生计 施压夜市执政会 让南机场夜市不忍赴业 摊商更是痛斥 柯文哲事务团队 人前新年薪 背后耍心机 台北市市场管理处否认施压 只夜市要赴业 还是要依循指引 中正和万华去夜市 因为位于疫情乐区 要赴事 则是卡在这个关卡 南万华地区 它还是热区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市场夜市要解封 这个需要 来跟我们市场处 还有我们的这种 卫生局限讨论 你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还是比较危险的地区 那机场夜市自会也证实 夜市内部对于 是否要为解封 确实出现两派不同声音 你既然开了 也是没有生意 那个新闻一出来 一个礼拜根本都没有人 而且那个万华夜市没有开的话 那边的人全部都挤到这边来 那边还是热区 和干擦呼吸 为了避免夜市护业后 造成群聚的恐慌 南机场夜市83个摊伤 及相关工人员 都已经在7月9号和10号 造册施打疫苗 预计7月27号就会产生抗体 借属护业也比较安全 所以自治会也预定下星期一 会把7月27号护业计划送交市政府 立拼7月27号和让万华五个夜市 同日护业 我们已经提出申请 7月27开始就是 有一半的夜市摊商会出来的 白天的部分就全部让他们出来 因为他们都有间隔嘛 所以没有群聚的问题 而且可以就是合乎 那个市政府他们的规范 配合台北市政府夜市为解封 仅开放二分之一摊商营业的指引 南机厂83个摊商 已经在进行第一轮 富士摊商的抽签 隔周换了一半摊商营业 富士前两天 也会进行夜市环境的清扫和消毒 未来进到南机厂夜市 得踩实验制登记 民众到消费的摊商 得扫描QR Code实验制 如果摊商被查到没有落实实验制 将被停业三天 整个夜市也会限制人流 禁止内用 只限外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